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董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們應該在這幾年來 比較有看到報告有什麼這個主權 什麼叫主權 什麼叫主權 知道的行手 可以做主 很好 可以做主 今年的四月份 歐巴馬去日本 第一次跟日本說 他說 間隔群打就是釣魚台群打 美國有施政權 實行政策的管理 但是對於釣魚台的主權 他現在不做評論 日本人開始嚇到 他說 施政權 所謂的施政權就是管轄權 和這個主權 是不一樣的 日本人這麼久以來 才剛才第一次知道 施政權跟主權不一樣 那不是你住在一間房 主權跟你的 你住在那間房 主權你的嗎 你想想看 不一定嘛 你如果有所謂的錢 你就說你有主權 你如果沒有所謂的錢 你就沒有主權 來 主權這兩次的營業 叫做三分鐵 三分鐵這個營業 譬如說在阿久地久 差不多一百年來才出錢 本來清條的人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什麼叫主權 是知道說管轄權 他知道 我對這個 這個所在有管轄權 和對這個所在有租款 是兩碼之事 所以我們要討論這個租款的東西 你要想清楚 台灣的租款 到底是遭什麼人 就是什麼人可以決定 台灣這個土地 要把它去還是要把它留下來 那人才有租款 台灣人 什麼時候開始 台灣這個土地 開始那個租款 發生的這個所在是什麼時候 以前清條 是怎樣可以 清條風地 可以用台灣給它掛出來 一百九五年 馬關 的這個貼獄 它有管理給它掛出來 表示說 它對台灣這個土地 有租款 在那時候 他們簽的孫 叫做管轄權 管轄權 那樣 清條那時候 台灣的地道 你不要看嗎 不要 來 我給你看看 台灣的地道 你看 你怕這塊 你看 這是 一七三五年 這是真正 真正 台灣的地道 我怎麼只有一半 對 你問得很好 另外一半是什麼 國民黨 要跟你說 另外一半 以前 較老的那時候 已經沾在海底 但我這麼曝脈 很快 那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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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孤雷 所以以前的清朝 对高山这边没有统治权 对这堂堂的定义就是清朝 奉帝什麽 市民地 国际法规定说市民地才能割让 那不是市民地就不能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割让 这真要紧 所以马关朝用来自清朝奉帝 从台湾澎湖割让日本天空 当时还割一个地方叫辽东半岛 大概十天而已 三天的时候 德国和苏联抗议 跟日本的天空抗议 说稍等 辽东半岛在中国叫做奉天 奉天 这个所在就是清朝的发源地 满清的发源地 这个所在定义就是清朝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这三个国家去跟日本天空说不可以 你日本的教科主里面 说这就是三国干涉 几十天 几十天日本天空又跟清朝簽一个条約 叫做辽南条约 中辽东半岛行和日本天空 日本人跟警力 他也搞不清楚 说奇怪 那三个国家怎么会来干涉 干涉后 什么日本的荒地 怎么又 用辽东半岛行和 他们搞不清楚 他不知道国序法里面有规定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但是辽东半岛行和清朝 但是台湾澎湖不说 为什么不说 因为这是殖民地 所以这个土地掘给日本天空 以后台湾澎湖 也是同样的变成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但日本天空怎么很好 日本天空在日本时代 在那个时候 他这个国家 他国序法的学者 他那个民地的时候 派很多的学者 都去欧洲去美国 去欲他们什么 不是要把他们欲说 做这些 做武器 不是 主要都去欲什么 你知道吗 你全体想不到 欲他们的法治 欲他们的法律 欲他们的文化 你看民地天皇 头哪有这么好 他欲他们的法治 让这个国家可以稳定 而且能够跟着上时代 而且 他去欲那个万国公法 日本为了这个万国公法 他保护日本 保护几个年 然后日本我们看 一个电影叫做 叫做 好 那些很可能 二十几个月 就去欲他们 暗室去 版本浪马 要听过吗 版本浪马 电视也要演 版本浪马 这个二十几个月的孩子 在日本法党说 我们要学习万国公法 因为他用这个万国公法 那当初 第一当 那当初美国 那当初美国的黑炒 黑 黑 黑船 的事件 让美国人 搬到日本 做 他的行李 所以你想想 法律 尽量 抵挡 一个国家的武器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这么小 我们现在台湾 尤其是我们台湾民政 府对这个 法律 国家的法律 研究得很透彩 所以日本的安倍晉三的某派人來 日本的參眾議員的某派人來 為什麼 他們不想說你們台灣 對這個國際法研究這麼多透徹 因為我們現在就用這個國際法 在抵擋 我去讓中國就讓台灣吞下去 我會讓美國就讓台灣吞下去 我們台灣會為它生路 就是用國際法 國際法不是我們的 我們沒有武器 你叫我早就說 叫你去死要去死嗎 你絕對沒有 台灣人怕死 其實怕死不是我們的特點 是全世界都一樣 但是我們有一個極點就是 我們的頭腦很好 我們要替國際法 來抵擋 這個共和國家對我們的侵略 外國都回來了 日本天皇拿到台灣 跟這個人配給他後 剛才開始的時候 他也猛猛 那邊就不好 又出來了 日本剛才開始的時候 在1895年 4月17號簽了 5月8號生效 這個人5月8號生效 日本人 日本人 派軍隊 這次 這次 有一支電影 叫做 賽德克巴萊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 你看那支電影 那支電影 那支電影 就是原住民 他覺得奇怪 我身外 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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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日本人 義族來 他就跟他翻空 日本人 他在打中國 好像打電影 整天 整天就打了 那我相信 這支電影 這支電影 翻空 而且還有 有頭腦 所以 日本1895年 民族來臺灣 經過十年 他救抗五年 日本人 他說這樣不行 這國線都不會聽他的 就開記者會 要不要開這個 開國際的國際會議 叫美國的參議 住在中國的參議 來參加 開會之後 國際會 開會之後 他們決定說 這塊土地 國線的 不是國家 他不是國家 他只是一個部落而已 二川分十幾個 不一樣的族 所以日本天皇下令 警察 和軍隊 由北方開始打 打到這裡 由 台灣的北部 打到南部 你知道他用多少時間 十年 一年 台灣小小而已 用十年 日本說 哇 因為國線很厲害 賽德克巴來 印象很深 日本的軍隊說 在這裡看一個小孩 一隻小孩 小小孩 這顆小魚在這裡走 明天才把小孩走到這裡 趕在這裡 走那個小孩 都像是八 所以 日本天皇來訪問的時候 當小小小 你晉晉 他叫做原住民 後面再給人鼓勵做什麼 高砂組 踏踏三五 祝福 高砂組 什麼叫高砂組 就是 住在很高的山 有很多的柱子 很漂亮 很厚唱歌 這些人 所以日本的四名字叫做高砂祝福 現在後面 國民黨來通緝的時候 我們這些原住民的同胞 高砂的人 不了解 就是高砂組是一件輕事 我來這裡上課 我真的要說 你們沒有保持高砂祝福這三次 該用作原住民 你就開了 五十年一百年後 你就躲了 就不開了 怎麼說 國民黨這些市長 我在外面好 好 你們當原住民很好 你們當原住民 我們叫做新住民 有你嗎 有你嗎 有嗎 對不對 我請問你呢 五十年一百年後 你又說你原住民 他說我算什麼 你聽好嗎 五十年一百年後 他說我也是原住民啊 你原住民就剩不開了 你聽好嗎 這樣聽好嗎 所以聽到中國人喔 他頭腦很好 但他心很壞 所以我跟他說 你一定要去保持高砂祝福這三次 千萬不要丟掉 你如果放棄去 你這個祝福就沒了 所以擁有十年的時間 從1905年打到1915年 全台灣 郎中日本人完全通敵 在國際法裏這張前 台灣開始有租款 租款就是說 這個人可以對這個土地完全的掌控 他就擁有主權 要怎麼證明說 日本天皇完全可以掌控 他救二二年 二月二六 在華盛頓有一個財軍協定 九個國家 簽字 其中一十九條 他說 生日 台灣 平和 實相日本天皇的土地 從那時候 台灣才有租款 所以 過去我們也會說 你出賣台會的主權 阿曼英雄在電視 只有一次而已 他說 我哪裡有主權 他講對了 他不會像浩泊村跟蓮建 在我們台灣人說 你們都是皇民的後裔 有沒有 他講得對耶 他也沒跟你道歉 我們一共是皇民的後裔 我們 皇民的後裔是怎麼來的 一救三七年 所以 日本人開始有這塊土地主權 他開始是這塊土地 島主所有的錢就在裡面 台灣以前不住了 你要相信嗎 那個台灣以前是一個沼澤地 什麼人來這裡 像我剩八條名 台灣人很來名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高山 平埔族 我們平埔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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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我們那個能夠抵抗 什麼麻納利亞 瘧疾 那些瘧疾 藻漆 那些藻漆 藻漆 我們無法抵抗 但是日本人 中國人來就無法抵抗 但是日本人 中國人來就無法抵抗了 叫做八田與一 這個人 二十幾歲 東京地 台北業 日本全都派去台灣 他二十幾歲就設計 加藍水庫 讓我們台灣可以灌溉 你想說台灣 四季如春 可以種很多 生產很多糧食 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台灣都說 整個台灣所有的都差不多都漏了 漏了 漏了最多 以前 荒蘭當時 青菜在那裡有很多漏了 那當時早次 日本派軍隊來的時候 台灣還沒開發 日本的一個田農 叫做北川 白北川的北 那什麼樣子 我聽到什麼名字 名詞忘記 死在台灣 有的人是說 叫高山打石 有的人是說 他就馬拉里亞 所以康堅說這個地方 台灣剛開始的地方 很壞大的 就要因為八田魚開墾的 你們小看水菌 種在外要水嗎 你如果沒有水 你什麼都沒辦法 我們台灣很奇怪 國民黨現在說廢或收工有嗎 你覺得台灣現在流失 我們自己的地方可以供應台灣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十一 欠的要怎樣 進口 那些農田 農在收工 給你錢 叫你不要做 那些菜如果沒做不用幾年就封起來了 我覺得有時候 國民黨不懂事 中國人不懂事 日本人一年他做一櫃 他們生活得很好 農民啊 生活大的家 你看看 你去日本 你都去日本 都去日本 現在他們大的家 設備 你看看 台灣 一年三次 三個 農民種的 會生活 跟日本人會比例 真的不會比例 這是什麼原因 日本人做一次 我們種三次 還沒辦法生化 現在還叫你收工 叫你不要種地外 不要種什麼 給你錢 給你的錢真的會補起來嗎 因為他那些水一樣提對 工業用 工業用 跟我們家的地溝油一樣 定心啊 工業 行善的油 像台灣人要淘汰了之後 你知道嗎 現在的錢有多少 你想想想 我都覺得很困難 那如果我們台灣民進府之前 我告訴你 定心的一定會搶賣 你賺那麼多錢 是什麼錢 是 將我們台灣人的費管錢 剝削 還將身體賣 很困難 我覺得他很困難 最近他說 要開醫生管 我夭壽了 給你取毒 取切 給你取毒 還開醫生管 還給你賺多回來 我們台灣就只做路人 我們好像很困難 我們想想的 真的是 台灣人好像很困難 你不會感覺嗎 你不會感覺 我告訴你 台灣 自己本身做路的 做太久了 你真的不感覺 我們應該交水金 不應該交 我們去給美國人 給美國人 我們要交什麼水金 我們應該做兵 我們不應該做兵 美國人跟你占 你不用做兵 什麼人跟你占 什麼人要跟你協議兵 全世界都一樣 想像台灣不一樣 劉球 美國占領 美國去協議兵 伊拉克 美國占領 美國去協議兵 為什麼只台灣 在美國占領 交給中華民國的 將來 我們去替他做兵 會看不到 所以我們 台灣人這幾年 很打招 你既然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法律對抗 去顧美國 現在 剛才兩千空 兩年的十月日 是顧美國以後 他不是說歐巴馬 有派銀修理來 跟我們既然兩次面 說不要再顧了 說他們哥哥在要下 要下入以前 一定要幫我們幫忙 我看要下入 還要下入 你也沒幫忙 所以我們決定在 一月分 二月分 現在是二月 以前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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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很大的 這要顧的主要的理由 要跟他說 中華民國 要跟他離開台灣 你中華民國 看你新聞前是嫁 我們台灣人 領的新聞前領得很高興 拿新聞前去選舉 說有勞工就好 美國人 用我們台灣人 當中國人 你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總統 如果動選在後 就要丹美國的總統的賀電 才能夠就任 為什麼 你不要想過 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 因為你不知道 跟你說一個日最好的 阿扁動選的時候 有嗎 當你亂 連前說 他切國 在凱達格蘭 你亂有沒有 路面 怎麼去讓他就任 因為阿扁去問 那種AIT的處長 叫做下薪 傢伙 傢伙 在賀 他問說奇怪 我就已經動選了 所以我們贏不到 贏到幾千 幾萬票 兩萬票 那種 為什麼美國的好店不來 下薪告訴他 你只要 你只要 中選會 獎利的 當選證書 打出來 三十文青 裡面 那種好店 就 到你的肚子 已經準備好 那個好店 在美國的總統 歐巴馬的肚子 阿扁很高興 那種好店 那種好店 就是中選會 主任 去打 國民黨 美國那邊 也得到消失 他也派很多人 去給他 我給他打 那種 公告 你如果有看 那種建事轉播 那種玻璃 都不破了 他走去打 派警察去照 他走去打 打出來 沒有一秒鐘就聽到 那一秒鐘 打下去 尊勝 美國的好店教委 教委 他就照著 連一個示威 就全都不去 其實 台灣是百分之一百 都完全控制 在美國人的手頭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對馬英九 有部分 都去示威 我告訴你 你示威要做什麼 讓你去示威 你讓你走得長 他就不去握 每一半五十萬 幾十萬人 不可以說 你們去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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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口 他就利用你們去示威 他就去南部去走 去市街走 台灣人很說 你如果要示威 應該去對示威 你知道嗎 他會去啦 啊 老闆在那 你不要去把老闆抗議 你把總經理抗議 是要做什麼 要把AIT抗議啦 所以AIT很粗糟 因為我都從事實 都說出來 但是現在美國也很厲害 他把我AIT是民間組織 對 還倒下去 民間組織就沒有 沒有官方的政府了 他現在還有那個官方 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金毛路一百號 你知道金毛路一百號 所在的多少 兩萬平 啊那個美國的 他現在說AIT 其實不是AIT啦 那塊土地會做多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時間搞還可以延長 全世界有那種的作用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啊 做金才有一百貨 還很燥 他說 美國和 中華民國簽 那做金那樣燥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又時間搞 又在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我覺得那塊土地 才是他們的 為什麼美國 可以做那塊土地 那樣 做那麼久 那樣燥 美國這種的土地 有三個地方 頭一個地方 叫做 觀塔納摩灣 古巴 美國跟西班牙 建政西班牙 將古巴看給美國 美國三天以後 因為古巴 他要幫他幫忙 讓他變成獨立的國家 但是我的時間太多 古巴才變成共產國家 但是他要離開 美國要離開的時候 那塊的關塔納摩 是一個島 他跟古巴說 我要幫你做這塊島 要做六個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因為美國的憲法規定 從十九世紀開始 美國不能增加土地 這美國很頭腦的要求 我沒錢跟土地 我就會用什麼 我自己用做的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時間又在九十年 英文在做就對了 英文做的頂 也是引導的 然後 卡司儲沒了 他在將錢 把他嫁給 國際銀行 你買 我自己強迫 你買 我都要幫你做 所以 古巴也一直要給他賺 但賺得回來嗎 賺不回來 還有一個地方 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我們的母國 日本 日本是什麼所在 普天堅基地 琉球 多久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琉球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這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見證失敗 後 掛給美國 台灣也是一樣 金無路一百號 也是一樣 九十九年 又在九十九年 如果我們出場 我們要把行銀行 很好 你要做九十九年 又到九十九年 最好是其他的 空軍的 那些基地 鋼口 都做你沒關係 你發錢就好 這樣都不用賺 賺賺賺 中華民國 他現在賺賺賺賺 跟我們台灣 實在是無關 跟台灣人什麼關係 你是中華民國 但是要賺賺賺賺 台灣人在賺錢 那些軟軟包 你們有嗎 有嗎 我都帶在這個 心臟 真的帶在心臟 我先跟你說 那很燙 我帶在那個 水中 裡面 這樣 這樣 心臟會比較燙 心臟燙 心臟 老出來會 燙的 全身膚 都燙 但是我先跟你說 你創得好 你不能 直接帶在你的皮膚 你的皮膚 那塊皮膚 那塊皮膚 炒火鍋 我先跟你說 不行 你就要 你就要有格子衣服 你直接知道不好 帶在外圖 我帶在那個 水中的裡面 心臟這樣 我帶在那個 因為 那時候這個 心臟的部分 那皮膚出來是燙的 那皮膚出來燙 我全身膚都燙的 那頭哪有好嗎 好方法 好方法 好方法把你操作 那如果心臟燙 皮膚出來燙 就不斷了 我穿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說這個九十九年 就知道 這樣 中華民國 你買軍火 當然你入籍 我想到 想到 很幸運 所以 我們現在開 雖然開 大家的行動 我要去到美國 我絕對打不贏 對不對 我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贏 所以我跟你說 有國際法 有法律 有法律 用一支筆 我告訴我們 同心 你不需要 你跟美國 你拿一支筆 用一支筆就把它翻到 現在要翻到 這兩個要打 打美國 就要和中國民國做一打 現在打下去 美國就開始撒進去 那不是我 那是中國民國的 不然很簡單 不然中國民國 你要刷照 不然用我們的力量 要怎麼刷照 美國 對不對 你沒有武器啊 那真的讓我們武器 美國也不要跟我們 討論 他說 我供應你們武器 我說你去哪裡 我沒有 你要供應 發武器 供應人 要美國人來才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美國的頭上 我們就 建書就建書啊 我就建書啊 你建議 真好 你來要幫我保護 你是一定的嘛 所以每一次 中國 如果你說對台灣 沒有力量 美國出來說話 有嗎 國際法 你出來說話 所以我們跟中國 不用跟他們 去背面 現在中國 他也知道 自從我們台灣民進府 出現以後 他們也知道了 所以美國 現在中國 他現在不再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嗎 現在都沒說 四五年沒說 現在我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我太太誇張了 什麼叫核心利益 中國人想的 那個核心利益 說那句話 就已經跟他們中國人說 你不要孝順台灣了 台灣已經撒嬌了 馬關條約 已經正式將台灣和中國 打開了 之後 他再一次去打日本 不是打我們喔 打日本跟打日本打好拍 這樣拿台灣拿回來 所以我們也不錯 他不會打我們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絕對不會打台灣 我給你保證 他如果打台灣 美國一定要出面 你什麼叫 日本也一定要出面 所以美日安保條要說什麼 美日安保條包含著台灣海峽 你有感覺很奇怪 為什麼奇怪 你日本要包含台灣海峽 因為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狼 所以 日本也很壞 日本最近也說 你如果好大 你中國敢打台灣去打什麼 我一次四小時候 裡面 將你撲在水面上面 全世界都要幫你收拾 現在中國做很多 軍鑑有沒有 日本說 你那些軍鑑都給我好看頭 真的好看頭 現在全世界有十一個國家 有航空無鑑 包含中國 但是中國那些不算 韓國無鑑 所有的韓國無鑑 上面沒有飛機的 就像中國那些 他怎麼會不會放飛機 我認識什麼 不是覺得技術不夠 飛機 要飛起來是很簡單 下來的這是問題 他下來 是要怎麼動 要怎麼動 你就要有腳踏板 有一個鞋子 你不能看那個鞋子 那個鞋子 那個鞋子 不是那麼簡單 那個鞋子 你看那個鞋子 你看 那條鞋子 中國做不出來 很有趣 要跟日本買 日本說你嘻笑 要跟法國買 說我才不賣你 韓國無鑑 如果一個國家 航空母鑑要成軍 要三架航空母鑑 只有一個沒有 怎麼說 一架航空母鑑 如果曬出 可以動一年 但是回來 在休息 補給的時候 要半年 所以就要讓三架 航空母鑑 可以成軍 我講一講 中國現在開始說 他要做三架 中國人都在看我們的節目 我沒有給你看 有到有到 所以 是這個情形之下 這隻 那隻航空母鑑 中國那隻航空母鑑 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 遼連號 遼寧號 遼連 真的遼連 好看而已而已 全世界 沒有那個 航空母鑑上面 沒有那個飛機的 擦得很漂亮 所以我跟你說 他這隻航空母鑑多少錢買 兩千萬美金 美甲的航空母鑑這隻 七十九億美金 所以那隻是要做什麼 這隻要做什麼 全門在哈利台灣人 台灣人聽說 有航空母鑑 那波子好瞭不齊 偉大的祖國 看到鬼 我們的祖國不是中國 我們的祖國是日本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們的祖先是日本 現在日本 不是我們的老闆 也不是我們的阿尼去 阿尼去 阿尼去 大兄 我們原來的大兄 已經過世了 你知道嗎 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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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兄 我們算老二 日本天皇 一九四五年四月 在台灣實施 明治憲法 我們變成老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建拜 老大死去 因為 麥克阿瑟去做日本的憲法 改 改成生出來 叫做老三 所以我跟日本人說 他們來我都說 欸 你看到我要叫阿尼去 我想要叫你阿尼去 我說得聽 對阿 有阿尼現在的憲法 是麥克阿瑟給你修改 對不對 他說是阿 是新的國家是不是 是阿 你現在算老三阿 阿我們是明治憲法 實施以後 我們是老二阿 所以後來你要叫我阿尼去 所以我們去 靖國神策拜的時候 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 台灣人要站在頭前 明天再繼續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